HELLO 歡迎來到地平線的限電旗下專有實況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賢親的將喜悅 師叔 你醒了嗎?師父讓我喊你做早飯 師叔早安 小雪兒真乖 不像你師父 竟要客人下廚 對不起 可是 師父燒的飯真的不好吃 那我們不燒他的飯 怎樣? 我的那份給師父 可以嗎? 小雪兒對韓江兄還真是死心塌地呀 唉 是我三生不幸 晚上給秀兒洗了 飯是我做的 你不洗碗 小雪兒只好有失弟子浮其撈了 米蟲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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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何救你呢? 安江兄 你如此說 就不怕小雪兒聽見了當真 雪兒雖然年幼 可並非無知 除了我們 師叔還有朋友啊 賢青不知已有幾多年歲 如果沒有幾個舊石 反倒是異式 舊石 倒也算是 我要去迎回堡 飛過去有些累 原來是借我 師叔要離開嗎? 小雪兒捨不得我 你不在 秀兒就只好跟我吃炒椒的菜 我去去就會 賢青不過來住了幾日 靠幾頓飯就把你收買了 再住下去 豈不是要把師父也比下去了 不會的 看你這些十日同賢青相處得不錯 為何對山下那些人家 卻總是敬而遠之啊 師父你知道的 我最恨妖怪 第二討厭的 就是外人 結交近十年 早忘了賢青是妖儀式 因此沒有一早對秀兒說明 如今再說啊 怕什麼麻煩了 他之前不是說 那個之前 叫賢青先出原型 叫那個 就是 鬥秀兒 那這樣 小秀兒應該就知道了 可能是之後不久的事吧 燕灰寶 此番竟尋到了西域去 究竟尋到了什麼珍稀之物 我的還真有幾分好奇 走囉 他的夥伴在哪裡 這很早之前的人 你要是背景人物 不能講話 這個可以 第六個嫌棄 聽聞兩百餘年前 此地還不過只是一片小小綠洲 現今卻如此繁榮兴盛 變化不畏不快 果然還是人類有趣啊 是嗎 我卻以為 唯妖強過唯人百倍 莫公子可曾聽過夜宮號龍 是我錯了 莫公子並不僅是號龍 而是有意成龍啊 賢卿 你定要如此同我說話嗎 我可是嫌少待人如此尊重啊 我知道了 因為 先卿公子 是從腰變成人的 所以都長得差不多 不知你可願賞光 我即一約前來 自當前往 請 莫公子 微笑時需帶三分保留 即便笑意不達眼底也罷 露出猙獰之態 可是莫大的失敗 不過 你一模仿我 便已是失敗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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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我才一心想要成妖啊 賢卿 我雖然也曾來過西域 我知道了 是賢卿 照莫迴的樣子變的 風景 又於此處大相警惕 你的感想僅止於此 莫公子期待我有何感想 據银輝堡差不多一日距離 有一处所在 名為洛家庄 数年前騙走你 數百年修為的洛望瓶 便出身自該地 是嗎 他已經死了 如此說來 我那百年修為 追魂無望 他留有一子一女 據說 他的兒子武藝超群 性情温厚 在年輕一輩中頗有威望 而洛望瓶生前 也積累了不少人脈 洛家現任家主病重 只怕不用多久 洛望瓶的兒子便會寄人家主 若是洛望瓶所言不虚 他的子女命定早逝 让这等少年英杰在死之前 为洛家发挥一下愚热 也算是利用得彻底了 这位少年英杰和他妹妹身上 可由你數百年修为 当年你被洛望瓶所骗 修为大姐 以至被虎妖所伤 虽然自我初见你之时 你便个性慵懒 但如今这般怠惰 却是因伤所致吧 杀了他们 取回你的修为 再次变回当年那个 独霸山林的狼妖 你不曾这般想过吗 还是说 这几年 你已被那个救了你的人类 驯养成了看门狗 狗 若是我真取回修为 那你杀我之时 岂不是要困难十倍 何况 你身上亦有我数十年修为 若我真要恢复完全实力 应当先从你着手 好啊 我随时候你来取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先取回 洛家兄妹身上的修为 如此 待我胜过你 便可以将你所有修为 一口一口 化为己有 这也是人类有趣的一个地方啊 既是如此 你又为何在这茶中下毒 我若是就此中毒身亡 你岂不是要愿望破灭 我知道你不在乎生死 否则 你也不会赋予 而且 这毒与你 也不过是调息数日便可恢复的程度 不过 这毒并非下在杯中 而是下在水中 以普通人类的体质 大概三日后才会发作 然后便会 要时往下了吧 是吗 若你没有其他想说之事 我要回山了 穆公子 我应允你三次杀我的机会 之前在我失去半生修为之时 你也虎妖来杀我 已用去一次 如今你只剩最后一次 下次还请准备得更完全一些 你真无动于衷 近日心情正好 不想管闲事 可恶 走回去哦 在那里吗 就这杯水还在这里 火铁 你把这杯水收走好不好 并且给客人喝掉 你们这家店没火铁哦 只有一个掌柜 这是水吧还是北底 算得不重要 果真是下在水中啊 如此可算是大手笔了 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三声 狗事旺财 你怎么就学不会呢 三声 狗事旺财 来 别玩了 回家吃饭了 够事 好了好了 娘亲好烦呢 你也这么觉得吧 有趣 阁下是银辉宝本地人吧 不知是城中水源 是发自何处 看你的样子是外地人吧 问这个干什么 我游历西域诸城 其他城镇虽多少也有绿荫 但与银辉宝一比 都远远不如 为何此地水源如此丰足 我实在是有些好奇 我们银辉宝论环境 在西域也算数一数二了 出了城不远就是金翠州 沿河一直走就是洛家庄 这一带的水源都出自那儿 洛家 为什么赶我走 你的伤已经痊愈 应该下山了 我逃上山大半年 伤早就好了 为什么现在才赶我走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还是因为 前两天找上山来的人 说我杀了人 我不是故意的呀 是他们一直讨厌我 心要除掉我 我被逼得失去理智 才会杀了那几个人 你是妖魔 在你眼里 一条人命算什么 我却一心想要成妖 我才是你的伙伴 既如此 小莫怀 那今日便是我教你的第一课 与最后一课 腰泪行事 不过随心所欲四字 随心所欲 下山之后 我死里逃生 历尽辛苦修行 只为有朝一日能异常这随心所欲 是何等快意 不是有云来死吗 飞过去不就好了 那猫不见 来去看那个 我们之前种 是吧 应该不在 怪在吗 连怪都没有 呃 那是谁 这便是毒源 妖毒都已混入水中 也罢 我也想看看 你能做到何种程度 毒源已除 我力尽于此 莫公子 你有意义以夭毒削弱我的实力 我以照你的计划行事 你若再不发动这个 我可要走出去了 哼 这是被小趣了吗 我作者 乔 這滿滿的 也沒有最後的必殺 莫公子 這可是你出手的大好時機 大好時機 即便這十年來我苦心修煉 畢竟千年修行了 還是遠遠不如 方才這些妖毒和陣法 雖然令你實力下降 但還沒到可令我戰勝你的程度 或許僅能同當年 剛失去半生修煉 又被虎妖重創的你一戰 我還是低估了你恢復的速度 這第二局到此為止 您向善於審世多事 當初引的虎妖來殺我是如此 今日斷然放棄時也是如此 那我便衷心期待你第三次 要如何殺我 你盡可期待 無論要再修煉計劃多少年 下一次我定會置你於死地 希望如此 否則漫漫長日未免太過無趣 既然來了銀灰寶 不如順手為小秀兒帶些禮物回去 走回去啊 這裏沒有出入口不能走出去 這裏沒有出入口不能走出去 走出去的話我們可以去落日部逛 或者是落架狀 也不能去落日部啊 沒有月盡招 不能飛過鱷魚關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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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善儿 狗善儿 这位公子 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狗善儿啊 狗善儿 就是我儿子 他今年五岁 不辞 他到底去哪儿了 听说这两天金翠州 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玩意儿 我让他好好在城里玩 他偏不听 又一个人跑出来了 要是出事可怎么办呢 公子 你能不能帮我一起去找狗善儿 我一个妇道人家 要真遇到什么妖魔鬼怪 就只能等死了 所以你遇到贤亲 也只能等死 求求您了 请问 银辉宝可有什么特产 葡萄干 薰马肉 您要是能帮我找到狗善儿 要多少特产都行 令公子平常喜欢去哪儿玩耍 他经常来这儿抓鱼来着 那个妇人去哪儿 那个妇人去哪儿了 不是说要来找吗 那你自己先跑的 每次都是这样 突然出现的人 突然消失的东西 天哪 狗 狗善儿 小心 有 screwed 你 你 在家 我 我 你 我就 你 你 我 我公子要花大价钱 请我摆面交额出马 原来如此 这次 你是真的身受重伤了吧 确实 你方才那拙劣的陷阱 减轻我对你的戒心 声称第二局已经失败 但无论耗时多久 都要置我于此地 令我更进一步放松警惕 在事与我今日之举 以完结之时 才令你真正的杀招登场 这步棋 你走得很有耐心 尤其是这一步 被你赶下山后这十多年 我不仅辛苦修炼 更多方结交妖魔 揣摩妖泪是如何行事 虽说它们之中 鲜少有如你一般强大的妖 但确实也令我更加明白 你所言妖泪随心所欲是何意 不畏名利 不畏善恶 只因一时兴起 好也做得 坏也做得 视为随心所欲 赢辉宝你无动于衷 我让百面交额寻来一孩童 做了一出戏 你觉得城中人有趣 便自行上钩 你说 我是否已比当日更懂你 倒是辛苦你了 不过你原本只是一介凡人 如今满身妖气 这许多妖魔 多半已成了你腹中之物了吧 不错 你 你为何 之后 便是我与他之间的恩怨 不必留下你来添乱 可 可 那你有钱可以拿回来的 我布下大好局面 你竟然不能一击成功 留你何用 不知他是何处露出破绽 令你对他有了戒心 你用了十年砍药 我用了千年观人 人类的母亲面对生死不明的孩子 竟不着急确认的 虽然并非没有 却也不多 原来如此 不过 这点瑕疵无伤大雅 贤卿 你今日终究是落在了我的手上 当年你一时兴棋 曾教授我妖术 今日 便以当年所学对你 开打 开打 厉齿吞迪 厉齿吞迪 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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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为什么你先后中毒受伤 为何我还是抵你不过 待你思索千年后 应该便能明白了吧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当初如果不是被你所救 我大概早已干脆地死了 便不会知晓 世间还有妖魔这样强悍自艺的存在 还有这等快活自由的活法 你为何救我 为何 想不起来了呀 一时兴起 当日 这是最好的答案 我与你三次杀我的机会 如今三局已罢 你输了 自下山的日期 我日日夜夜都想杀了你 即便杀了当初追捕我那些人 也不能消我心内惶恐 唯有你的死 才能凭我心意 人不能容我 我宁成魔 成魔 师 师叔 你没事吧 小秀儿 师叔你别怕 有秀儿和师父在 不会让幻音伤到你的 这是你的新玩具 师叔 小秀儿 真是胡闹 师叔 这个问道法有点滑稽 古迹 哈哈 师叔 你 你醒了 是啊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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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还痛吗 对不起 都是秀儿害你受伤 要是秀儿 没有冒冒失失地跑过去 你就不会 哭得跟小猫伤 哭得跟小猫似的 让别人看见了 还以为我欺负小姑娘呢 师叔 师叔 没有欺负我 小秀儿 你何来辞啊 秀儿担心 师叔 求师父 带我来找你 对了 师叔 那个坏蛋是谁啊 他为什么要打伤你啊 他 怎么不见韩江兄啊 又丢下女儿和朋友 自己偷懒去了 师父说 难得来西域 他去城里看看热闹 我便知道 师叔也躺得够久了 想出去活动一下 嗯 师父说 师叔你的伤还得吃药 等药间好了 我再去寻你们 小秀儿 又来了 小秀儿不见了 我记得这里有放小茴香 陈以石的啊 又不见了 还是说 因为我之后拿走了 所以之前呢 已经不在了 哈哈 水杯也不见了 三十五级而已哦 一千虎 那我要花钱去上面 连那个运输商的也不见 好吧 自己慢慢走 我要去看一下那个 客栈掌柜是不是叫做 我叫什么 比卡尼 因为他之前 之前在比卡尼 这个是比卡尼 所以说这里有卖中原美食哦 可是说有卖意大利面 有卖披萨 我叫你 我记得上面的风车不会动 贤青兄 你看着银辉宝景色如何 与中原穷艺很有趣 原来你还有觉得有趣之物 虽然有趣 却还不足以令人驻足 是否有趣 不都是看人 那人名为莫怀 少年时 曾因故流落山林 被虎妖诱拐 之后虎妖厌倦了玩偶游戏 意图将她除去 正好被我遇见 你一时兴起救了她 后来也心生厌倦 将她弃直荒野 我可是平安送她下山了 你时常照顾绣尔 陪她玩耍 绣尔近来同你越发亲近 我也乐见其成 不过 贤青兄 人心不是玩具 你早已告诫过 我也早告知过你 妖泪性情淡漠 随心所欲 师叔 你是 妖怪 正是 师父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不 不对 你比他们 还有误会 你骗我 你骗我 秀 明明已察觉到秀了 何必说那些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少爷 您来了 是啊 是啊 贤青兄 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何事 你我相识多年 你从不曾主动对我提及往事 为何方才故意在秀儿面前 告知我那人来历 未免以后麻烦 怕自己麻烦 还是怕秀儿麻烦 贤青兄 你如此作答 已是离麻烦不远了 妖魔一生很漫长 尝到足以令你们心生厌倦 诸实无畏 如果能重新发现有所谓之事 不也很有趣 有朝一日 有幸遇见割舍不下之人 那你更可竭尽所能 设法永随其左右 无尽的时光 也是无尽的机会啊 割舍不下之人 就是后面那一个人 牵手 叶 掉血浆间火 給我唸好不好 難得只有一句耶 好 那我們 賢清的 什麼 我們賢清的江新月 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